来看一下9-2-2这边有个就是界面 因为前面有没有个界面 界面实际上 他只有 方法但是没有实作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能够来使用这个界面的话 必须用内层的类别 然后这个地方建立方法就是比如说我今天 使用内层来实作iValue的界面 那里面比如说我这个要怎么实作 我们实际上来看一下这个source 这个部分只是片段 我们实际上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呢里面有一个interface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就是界面的 keyword interface 然后呢名称叫做iValue 那里面会有一个我们要实作的一个方法 就是那这个方法回传是一个整数 OK 可是谁要去实作呢 基本上我们这边没有 没有去做一个什么呢 前面基本上如果class里面要实作它的话 后面要加一个什么关键字呢 就implement 是 但是 这边可以有什么关键字呢